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第二轮被古灵翼淘汰 可见国内的大赛的夺冠难度丝毫不亚于世界大赛 最终经过三轮的激烈争夺 80后起手孔杰 谢赫 陈耀叶和王席 于90后的江维杰 党义飞 安东旭 范运若 在八强中各占半壁江山 而八强战的对阵呢 也恰恰是80后与90后起手的说对厮杀 八强战将于4月2日继续进行 届时中央电视台也将现场直播关键场次的比赛 请广大旗友锁定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 关注我们的电视直播 好 聊过了一周的奇人奇事 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请上我们的两位老朋友 赵守寻五段和球丹云二段 他们将为我们联系讲解的是 2013年中信银行杯电视围棋快期赛中的精彩对局 小将郭文潮挑战世界冠军鼓励 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好 观众们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就由我和赵守寻五段 为大家讲解第二届中信银行杯 中国电视围棋快期赛的第一轮 由鼓励九段对阵郭文潮五段 这盘其实下的挺精彩的是吧 对 下的很漂亮 尤其是郭文潮 鼓励那个堂堂的世界冠军啊 大高手啊 被这个郭文潮居然吓得一点脾气都没有 看看他是怎么被这个 可以说名气不算很大的吧 小将怎么被这个小将给这个 顽虐了这番机 这个还是鼓励之后的事情 对 然后鼓励下了一个这个 这个好像是最近特别流行的一个布局 对 这个叫 呃 这叫什么 缩小版的迷你中国流 对 迷你中国流呢应该是走在这儿 是 这叫迷你中国流 因为他只有一半是符合中国流的这个结构 是 就是面对小木的这个方向 但是这个是迷你中国流 还要再回来一路 嗯 这个下法是比较有意思的 没错 嗯 这也是鼓励很擅长的 鼓励在这个最近比赛中经常使用啊 是 我发现这个白鞋不管这个角 他无论是下星位 还是下小木 还是下别的地儿 他都下那儿 已不变应万别 对 很多遍了 对 一般来说白鞋如果下星位 那人家挂完了拆回去 这个都很常见的 但现在这个小木呢是背向着人家的 对 但是他也下这儿 他不管那么多 他就下自己最擅长的 是的 先走着 那鼓励嘛 自然他非常自信了 他这么多事业冠军在手呢 对 他就是甭管你 你下什么 我就下我自己的就行了 他有这个气势在里面 对 而且在最新公布的等级分当中呢 鼓励是重返了第一位 重返第一 对 而且他这次不是并列第一 因为上个月他是并列第一的 这次他是一个人 实至并列的 对 他就是第一 郭文潮呢 虽然等级分只有58位 但是呢 表现非常出色 而且呢 也连年征赞为假 所以这水平也得到提升了 我觉得 对 我不知道大家对他有没有印象 我记得郭文潮是 曾经创下了一个记录 是挺厉害的 但是在他之前 我印象中也有丁伟曾经有过一次 就是在这个升段赛中 12局棋 全部获胜 12连胜 太厉害了 非常 非常了不起的 大家想象一下 对手都跟你差不多的水平 对 都是这个 同样的段位吧 但你能够面对这样的水平的对手当中 能全胜 通关 打了一个通关 这太了不起了 郭文潮曾经也有过一次 12连胜 12连胜 真是太可怕了 以后应该到一赛上做一个统计 对 每些人是12连胜的 这个名单应该公布一下 这挺不容易 申请跳段 我觉得就像我们那个网络 维基网络 这个连胜多少局之后 可以申请 是的 跳段 直接从五段升到七段 但实际上如果要跳段的话 除非你前面有底 别人两段 一般在一年来说 是不太可能的 对 在我们的这个现在 现行规则下 是不太可能的 没错 那我们先看棋吧 好 白棋呢 先手了脚 手了脚 很稳当 还走这个 这条棋 其实位置看上去 有点奇怪 他说手脚 也不是手脚 你手脚嘛 最大的叫 这个叫大飞手脚 对 这已经是最大的 这个步子了 卖最大步了 这个就已经不叫手脚了 这个也不叫手脚 那你说拆边嘛 这感觉上 这个 这种叫拆边 这六个点叫拆边 这个好像也不能叫拆边 就很难用术语去形容它 对 关于这步棋 我们虽然说 现在很流行 也下了很多 但是说对他有什么深刻的理解呢 我还真是说不上 因为接下来这棋应该怎么下 搞不清楚 对 这他比较擅长 他肯定是总是有他的道理的 对不起 可是很有道理的 但是 总之他既不像手脚这样 步调缓慢 手脚嘛 当然是步子比较慢了 对 他同时他又不像拆边这种 那个步子这么大 人家挂起来 你拿它没什么办法 他这个总之 他是一种 就是两边坚固的一种感觉 但是你要说的不好的话 他也叫这个中途半端 对 不伦不类 他可能两边都没手好 对 但是要说他那个优点呢 就是边角坚固 他多展到 这鼓励他力量大 有自信 他可以这么下 看白棋怎么下的 白棋下的很稳健 在这儿 这招棋我觉得很有意思 这招棋 给大家解释一下他的意图 首先呢 现在白棋 他的一个思路是 他觉得这个地方拆边很大 这条边拆边很大 拆过来之后 下一步 我不论拆在哪 还像是 下一步挂进来 就非常的厉害了 我再挂进来 你不理我 我再挂进来的时候 那就 我这不是去 这个叫打入 或者是怎么着了 这就是要攻击你的意思 我这带着攻击你的意思 是吧 他说因为 这儿有个子接应了 所以你这个子呢 我把你看成一块 鼓起了 不是说我打入这块 是鼓起了 对 比如说你小飞 这很常见的 我就一靠 你一退 下一步就 非常简单了 就非常明显的 下一手白棋 那我肯定不是这种 自己去逃跑 怎么去逃跑 然后这就 闭着眼睛 就把你先闷进去了 这样挺好的 这要 黑棋这个当初拆了 这个子 怎么办去磨活 这就变成黑棋打入 大家看 等于这个时候 变成黑棋打入 而且这个位置 特别奇怪 打得也不怎么好 这个位置很奇怪 这就被镇住 所以说这条棋 它首先一个 它第一个用意呢 它是一个先手 它这个拆边很大 原因就在于 它是先手 因为你不走 这挂起来太厉害了 是 所以黑棋得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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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时候呢 黑棋大概就两种硬法吧 就是两种思路吧 手法上来说不一定 一种呢 就是手脚 那么你要挂脚 这厉害 我害怕了 我手一个 对 老老实手脚 这个手脚 也是一种选择吧 但是如果你手的话 肯定白棋也是脱先了 那接下来将来会留下一个 这个阵的这个好点 对 总觉得这个手脚呢 总体看起来 黑棋的位置稍微偏低了一些 对 黑棋有点缓慢 这个就更慢了 这个现在大家看 你本身这招棋的意图 是想把步子下的大一点 想速度快一点 但你一旦手回去的时候 你就发现 你这招棋还不如直接手脚呢 你直接手 比如说我这样手脚 对 下一步就可以 下一步我可以拆得很大 大幅度的开拆 对 你没有说手脚加拆二的道理 对不对 手脚加拆二 这不是好棋吧 这个步子太慢了 是 这相当于就是 这更慢 这招棋看上去走得快 实际上你要手回来的话 那就更慢了 从子肖上来说 可能黑棋稍微偏低了 对 从心情上来说 他也矛盾 他总是不肯 尤其是鼓励他更不肯了 对 而且这个棋的张力 好像没有了 就觉得 对 所以说这个棋呢 黑棋要补 但是这个补又不是很肯 他实际上就干脆跳起来补 这条跳起来之后 当然白棋下一招 这就不厉害了 这就是完全被动的去打入了 人家都已经等了你一个了 跳起来等着了 他再怎么下都行了 飞起来也行 是 所以说这个跳呢 也是补棋的一种方式 没错 这个跳呢 就看起来这个棋很有张力 以后这个模样张起来会很大 当然大的情况下 它的缺陷就是没补好 里面有很多打入点 还比较空虚 是的 但是我们再回过头来说 为什么白棋这个好起 这个 咱们理解分析到这一步 就可以看出来 它这条起很有意思 很有思想 如果你逼在这 这个大家有时候会想 那他既然这个拆边 拆的不到位 对不对 那我干脆 我逼住他 咱俩同样都是拆边 我拆的大 不比你好吗 是不是会有这种感觉 如果说猜到那会怎么样呢 黑棋还是会跳 猜到这儿黑棋还是会跳 那白棋这个 是不是太近了 这个时候白棋就会发现 你同样看着人家 同样都是跳的时候 对 那么这个时候 你这个子啊 还是远离他这个后视为好 没错 那这个呢 就是 看上去第一杆直观人来说 这一杆他是撑得很满 对 效率很好 那接下来你冷静的一看 同样黑棋都是补 在这种情况下 再来回过头来看的时候 就发现白棋这条起 实际上位置不好 他逼得太近了 就逼住人家后视干什么 对不对 我觉得郭文潮看起来像是有备而来 因为鼓励下这个布局下的特别多 可能人家会有研究对于 也许吧 但是我觉得这个也有可能是 就是 现在年轻起手都非常厉害 对 他们 之前呢 就像用聂老的话说 就是觉得这个还嫩 因为他们后半盘很强 但是大局观和这个布局很 觉得功力不够 不够 对 但是现在的年轻起手 他又有一定的进步了 前一段我看那个 在这个网上啊 说聂老也在说 说这个 现在年轻起手 令他刮目相看了 就说明这个 在布局阶段和大局观方面 也都有了长足的进步 没错 这是很可喜的一个现象 对 因为这个比赛呢 它本身是一个快戏 大家也看到了 所以说 像这样的一步棋呢 我觉得 因为是30秒一步嘛 你超过了的话 也只有一分钟的保留时间 所以基本上 他这么快的时间 可能他还是有准备的 有准备的 嗯 也是说明他这个 对布局的理解也是很好 对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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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确下得很棒 然后接下来呢 白棋转站到下面 先限制一下黑棋的发展 对 那这下交换 它显然是便宜了 对 是的 嗯 一起跳 一起跳 对 白棋 这样白棋就等于 上下两边走道 嗯 还是心情还是不错的 嗯 它总体来说 已经限制了黑棋 这个模样 往外张的这个发展 对 以后呢 这个地方 反正就算让黑棋补一个 你说你补一个 就是你的空了 这 我估计谁也不能答应 这事 嗯 这盘棋呢 总的来说 郭文潮下的特别的棒 嗯 整盘棋几乎看不到什么 这个失误 没有弱点 是吧 对对对 这就很可怕 快棋上来说 下到这样 已经是非常非常了不起了 对 啊 行 我们下面就继续欣赏 看看这个鼓励 鼓励输得很很 很没脾气 我觉得 可能回去要检讨一下 对 挂 然后黑棋网 然后拆起来 嗯 这个就是有一个问题 什么时候拆 什么时候飞 对啊 比如说现在飞怎么样呢 现在飞就是 首先 第一点哈 嗯 飞一个就是白棋 它有可能是来靠 还有可能它就脱先了 嗯 就这两种可能性都有 嗯 具体来说下什么 倒是现在来讲 倒是不好说 嗯 因为如果靠的话 它有一个蒸子的问题 嗯 拌下面吗 对 拌下面 这个蒸子 然后断这个 我来算一下 蒸子好像看上去是白棋不利的 对 现在蒸子白棋不利 打吃 然后再吃 蒸不掉啊 如果说我现在打这个 把它提掉 提掉 对 然后白棋打吃 它可以跑出来 对 现在目前应该是蒸不掉的 嗯 但你要蒸掉它呢 也有一种方法 你就是 先点刺一下 对 这个 可不是轻易能点出手的 这个能下得出手 如果下这个的话 那人家估计就接上吧 这个接上了 这太损了 而且我 我看啊 这好像貌似 这不是说人家就不能引蒸了 对啊 你蒸了之后没完 人家也可以来这种地方引个蒸 这个你要是蒸了 被它跑过来是不得了的 嗯 这损失太大了 就是这个地方白棋是特别重 受不了了 特别重 对 受不了 你要蒸 你就必须把它提掉 嗯 黑棋相对来说 请黑棋就蒸了 打不了 蒸了就蒸了呗 这个地方反正是你的 就是你的脚的定势 然后也是你主动来靠上去的 这也是一个转换吧 嗯 但你先点一下 无论如何觉得已经 这个损得太猛了 很难了 实在是 然后在黑棋这个点了树下去 再两手棋 然后你在这抓一个 对对对对 显然白棋对这个局面 我觉得不能接受 嗯 所以说白棋呢 其实它 它也不一定 黑棋要是飞的话 也不一定担心白棋靠 嗯 不一定是担心白棋靠 但这个飞有可能白棋暂时就脱先了 嗯 其实它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这个子位置好 还是这个子位置好 它就直接的对比 对 不一定说 我飞就很担心中刀 担心人家这个局部就把我怎么样了 嗯 这这倒是不一定 但是现在的局面 总体来说吧 给大家一个判断的方法 嗯 就是 黑棋的棋子在这条边上 基本上都走在这条边上 但是黑棋呢 相对来说也是一个 像这个乔老师刚才讲的 是一个扩张型的 嗯 一个结构 嗯 如果要都是这种 比如说再小一点 都是这种 那它肯定飞进去 这个毫无疑问 它肯定会飞进去 这是一种连贯的手法 对 这是取缔 那个也是取缔 对 都取缔 它要把这个贯穿起来 因为你这个 这边已经下得这么低了 它已经很难有发展了 那你在走的高位 这配合不起来 两边无法形成呼应 嗯 在这种情况下 你下在高位呢 就显得有点花儿不实了 就有点虚了 但是这个结构 它都拆得大的 它这都跳起来 都是大的 那它就希望走在高位 走的把这个 这边的步子也下得大一点 然后可能取势 对 取势 取势的话呢 它这些棋子的效率 才能够发挥出来 这是黑棋的一个思路吧 其实它有可能没想那么多 因为快棋嘛 所以说这就是凭感觉 一种全局的呼应 是 下棋其实更多的时候啊 是要有这个全局感在里边的 不是说局部的哪招棋 一定是好棋 一定是不好 这两招棋可以说都是好棋 但是下在哪儿 是要根据全局的配置 去做思考的 没错 那么白棋呢 也下得很直接就打进去了 对 白棋打入也是 我觉得也是下得好 下得很好的一步 为什么这么讲 首先 这个棋如果不打入的话 它有一个时机的问题 就是 你这个第一时间不打入 你就打不着了 就它走这个 这个也很大 这走过来之后 白棋这边就更虚了 你就觉得这边好像 虽然无忧角啊 它这个是很扎实的一个气形 叫无忧角嘛 但是人家一步一步过来的时候 你这再不走 再打入进来的时候 比如说 这就感觉白棋这边 好像没有什么接应 就很虚了 这个配置也觉得有点问题了 那你如果走的话呢 就也不知道怎么补 也难受 而最主要 它这拆过来之后 这个打入基本上就 不是说不成立 就变得非常小了 这就是一个棺子了 你就对它 它无伤大雅 就它够不成威胁 它靠住 本来白棋这个打入呢 是要搜它的根 要把你整块棋变得眉眼 以后准备攻击你的 对对对 等到人家拆了之后 你再打入 变成自己跑去 又破几目棋 在底下做活 而且做活还挺苦 对 挺不容易的 所以说这个特别大 这招棋特别大 那作为白棋来讲呢 白棋就有两种方式 去阻止黑棋走这个 第一种方式 当然最简单了 就是你敌人大 我来走好了 那我走 这是最简单的方法 但这招棋 就有点步调太缓慢了 对 像他们高手之间的对局 我觉得尽量是要把主动权 掌握在自己手里 是的 不想等别人出招 像刚才如果说黑棋飞这个 就有点等别人出招的意思 对 像他这个拆起来 武力就喜欢把主动权 牢牢地掌握在这里 对对对 他就是总是有下一手 这招棋特别紧 你下一手不走 我这拆过来特别大 就是你能感觉到 这个拆对你的一种压迫威胁 那你要走的话 你跟着他 这个为他牵着必须走 那他接下来可能下一步 我感觉有可能就去拖肩了 比如说这边再手一个扩张 他的选择还是比较多的 对 或者是他走 他跳起来补 那这个结构也非常好 这很舒服 接下来这边的打入又变得厉害了 或者抗 或者打入 对 所以说呢 这是 这个白棋就不太肯走这个 不太肯被他牵着鼻子走 那还有一种方法 就是 这叫 这叫更积极的方法 同样也是 我不让你走在这 但是我不是说跟你抢 咱俩抢这个 然后我就直接从连根破坏你的意图 直接打入 不给你机会 黑棋靠住 让白棋挖起来 这也是他之所以要打入的原因 因为现在两边都是白棋争子有力 对 黑棋如果说打底下呢 白棋长 你不管走哪边 你走这儿打了把你争死了 你走这儿我把你争死了 对 两边争子有力 他这个挖才能成立 是的 所以挖的时候 黑棋也没有办法 只能扇在上面 长 这应该说是双方可以预见到的一个结果 嗯 长 天 黑棋护 嗯 这个地方黑棋必须要补了 这个两个断点太厉害了 嗯 就是白棋走的话 白棋可以就不客气了 就给它断了 直接给你断了 对 它就算温柔一点 这儿也受不了 就加一加也是黑棋受不了 对 你看你问粘哪边 它跳另外一边 就是 这就不掉后视了 这就是那个 一只眼都没有 很重 一堆的鱼形 对 一堆的鱼形 然后再加上这是一整块固棋 对 比较惨 就走这个 嗯 它其实是顺手就点了一个 对 在街上 好 这样 这边定性告一段落 白棋 呃 达到目的了 白棋先手把黑棋这个 空掏掉 是 哎 同时 呃 也可以说吧 把我们刚才说 黑棋这个绝好点 这个给 间接的就给消掉了 嗯 然后白棋 应该干一件很重要的事 对 接下来棋盘上就只有一个 呃 就是一处啊 是逼争的 打棋了 是的 对 因为你看这块棋呢 如果你现在想要继续攻击它 显然它这个棋型呢 还是比较饱满的 因为它虎在这儿 嗯 出头也很容易 所以你想继续攻击呢 可能 不太清楚 哎 目标不太明确 你到底攻完了想干嘛 这太太太不把那个鼓励老师当回事了 这个 嗯 虽然我们说的 郭文昌很厉害吧 但是 鼓励九段嘛 毕竟还是有一定威慑力的 你人家在这儿已经补了一个了 对吧 你先手把它空掏掉了 还要再攻它 那就有点太不礼貌了 有点过分 过分了 所以说 这个攻它应该是暂时不会考虑 先搁置一下 对 那接下来白旗就只能去掏黑旗这边 想办法去掏黑旗这边 显然是全般最大的地方 对 接下来白旗是打入这个 嗯 这样很好 嗯 我感觉啊 下到这儿啊 黑旗虽然说布局阶段没有下出什么问题 嗯 应该是大家都堂堂正正的 对 但是我总觉得好像白旗挺舒服的 下到这儿 就是说黑旗的先着效率没有很体现出来 是吗 对 有这种感觉 就是好像 嗯 白旗最后抢到了一个 全局最后的一个大场之后啊 手指了 手指对 最后一个大场之后 感觉黑旗好像也都是小块的空 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潜力 那这个呢 可以说是有那么一点厚味的一块旗 但是面对的白旗都是这种特别扎实 特别扎实的这个旗型 很难有所作为 也就是说这旗如果收下去的话 黑旗的天幕会比较困难 对 感觉上白旗布局 还是挺顺畅 嗯 因为现在黑旗大天幕嘛 我们都知道他要把他的先着效率最大限度的给他体现出来才行 对对对对 不然你到后半盘你的天幕就会成为一个很大的负担 对 是的 如果现在因为白旗虽然是打入你的阵营 但是由于你的间距太宽了 你想攻击他这个打入的词比较困难 对对对 要我说这个国文潮下的确实很棒啊 他我们看他每一招棋他都非常有思想 他都是有有准备的感觉上他都是很有下一手 下一手他都知道该干什么 不是很盲目的出招 像这招打入 就又是一个很好的一部棋 嗯 为什么这么讲呢 呃 他接下来留下两 两个非常好的点 可供他自己选择的 嗯 非常好的点 第一个呢 就是拆二 这个这个很明显了 嗯 这拆二过来 这一拆二基本上这块其实就安定了 对 基本上就安定了 这个是他的一个很很很很好的一个构思吧 嗯 他给自己留了一个拆二的余地 接下来呢 还有 如果你拆二的话 他还有一个地方是好点 就是这个 靠三三 嗯 对 或者是靠这个 但是我觉得靠三三可能更稳健啊 这也是一个绝好点 就是他这两个点啊 他总能选到一个 对 所以说他这个一打入 你看上去 他是在这个黑旗重重包围之下 打入 但实际上你会发现 你拿他没什么好办法 因为他AB两点 他已经事先想好了 我总能占到一点 这个时候你就就很难去攻击他了 对 这一靠特别难受 这一靠的话 脚上一般会形成什么样的变化呢 对 这个是一个挺常见的骑形哈 今天给大家摆一摆 如果你扳的话 它是会断吗 对 会断 这有点像这个大飞挂脚 然后脱了 对对对 有点像这样的 我们给还原一下 就大飞挂脚 然后你走之后 这就是一定是 一定是 对 那我在你先下了 一 二 三 四 在这个先下了四个脚的脚 这个一个局部啊 我又给你还原了一个定式出来 是不是 这个肯定是白棋非常的舒服了 没错 这接下来黑棋无论怎么下 都会被白棋这个腾挪吧 白棋都有办法腾挪 黑棋最狠的下法是打这个 打了之后再翻打出来 这是最厉害的下法 它吃 然后它躺 对 然后再上 这个下法是 你应该说是最强硬的吧 但这个也不怕 它就拐出来吧 对 然后黑棋得拐 对 黑棋得拐 再压出来 再压一下 压出来压得它很不舒服 它是 还得长吧 只有长 只有长 然后这个时候白棋就有 好几种下法 白棋就是 首先它打这个 这个是最简单的 脚上留个结 脚上留个结 对 这个就让黑棋已经很不舒服了 你花了这么多手棋 脚上白棋就可以直接打结 然后一拐 黑棋只有斑 这个地方稍微给大家多摆一摆这个变化 一粒 团住 然后白棋可以扑一个 扑 打吃 这个局部呢 是一个两手结 黑棋现在也可以脱先了 总之是一个打结 但这个打结 虽然白棋也很重 我们不可否认的时候 白棋很重 但这个结首先是在黑棋 这么多字的情况下 去做出的一个打结 对于白棋来说 它只要 在外面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你去走的时候 我就在外面虎一个 但是这个你不能被我冲 这个被冲过来 我就便宜太大了 大概得介绍 大概得介绍 我就在外面随便走两个 比如说这样 你就不可能一直跑来跟我打 对不对 那我就外面走两个的时候 其实白棋就已经很好了 非常好 对 黑棋里面效率就不高 是啊 吃了没多少木啊 对 连边带脚加起来也就20木 对 除非你是 结材 非常非常多的情况下 你一直跑来跟我打结 那 这就是另外一个局面 就不说了 也许特殊场合下 有这种可能性 但是现在这种局面 不太可能 现在不太可能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 我这边我还留有一个硬腿 我将来这个 我有可能都直接跳过 这种可能性也有 对 那我就算不直接跳过 我这么一肩 今天也挺难受 下部就要度过 我这一度过了 黑棋基本上也是一无所获 是的 所以说这个棋 白棋不怕 就这个地方白棋 这个是最简单的 我就直接滚下来 我就不怕 那还有就是 其实白棋可以考虑 别的下法 别的下法 比如说这个 靠一个 嗯 常见的腾挪手段 对 如果他虎呢 如果他虎的话 他好像就死了 这已经死了 他虎 不太不能虎 这已经逃不回去了 本来你是二路拐了 可以断不行 再肩过可以 对对对 现在正好人家成一虎口了 你度过了 就死掉了 其实这么说 我就最简单的 我就拐吃了 往这一点 你好像就 就不好办 这已经很简单了 这已经无法避免的 被我这冲通了 所以说 这个棋 不怕 就这个棋很厉害 这一脱脚 黑棋就很难办了 就不好办了 那如果说脱的时候 黑棋这个斑 都已经没法下了 只能长的话 那就这个脚 白白背 白棋活得很大 只能长呢 大家看啊 又还原了一个定时 也很有意思 能长得还原这个定时了 点三三 点三三的定时了 那同样的道理 我能在你先下了 这么多手棋的情况下 跟你还原定时 那白棋肯定是 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 接下来这个变化 就不用多摆了 怎么都不行 对 怎么都能活脚 反正 对 你了不起 你搬下去吗 对 这没什么大不了的 对 没关系 这已经下了这么多招棋了 是 所以说呢 这个 这个一挂 然后黑棋就很难受了 黑棋就发现 好像之前 我的这些兄弟 都帮不上忙 他们就走了很多 这个子之后 发现用不上 还被人一挂 一点办法都没有 所以说实际上鼓励 可能他有点着急 这时候 有点 情绪上 有点 那个什么 他这不能接受 白棋 你这边先手打入 我也就忍了 这把我空全套了 我就忍了 但你接下来 又把我这边又要全套了 那我受不了 这是我的大本营 所以他走了一个这个 很顶 顶 但看这种手法 已经属于是 极特殊场合下 才能使用的招法了 是 武林进手 这属于是 它顶一个呢 如果说白棋长的话 它是打算 就拖先了吗 直接就拆B过来 B哪 B一个 应该是 高的是吧 对 对 它就这个意思 它就说白了 很简单 它就不让你拖 那我用一种 最直接的方式 阻止你来拖我 先把这个拖给它 堵掉 然后你这飞下来呢 我立刻就要靠断你 对 它是能靠断吗 可以 啊 针子有力的是吧 那就靠断 针子不力的话呢 它还有一种办法可以 虽然不是很好看 它也可以走 这挺狠的 其实 这个难看归难看 也挺实用的 你没办法 它就冲断你之后 如果管用 那就行 对 难看一点没关系 对 冲断你之后 你就发现 你这两边都特别重 就很难处理了 但是能靠断 当然是靠断最好了 嗯 是的 所以说这个是 黑棋的一个目的 就是它 阻止你去靠它的脚 不让你跟它转换 把你这些 强行把你下重 是的 嗯 但是郭文潮 他也是见招拆招啊 识破了 没见过这个 但是他也反应很快 嗯 你把我下重不行 我还是得轻一点 跳起来 跳起来 这个好奇 对 这个你要是再来这种 那它就不怕了 再跳下去了 跳下去了 这个应该不一样 对 你要再这种笨吃 随便给你吃 没关系 这它轻了 对 所以说这个时候 没办法 这个黑棋 不能再跳下去 这跳下去之后 不仅仅是木树啊 把黑棋给分断了 这有点受不了 是的 原来白棋又走了一个这个 白棋走得轻飘飘的 这看起来 对 高举高打 都是这个 走的都是高位 这条棋 又是好棋 然后棋 其实他 我就觉得这个郭文潮 这盘棋下的 其实有很多地方 可圈可点的地方 就是说 他有很多都是下的 很有思想的 很不错的 就像刚开始 我们说的这个 对 这个很棒 这个打入 打入 第一时间就打入你 紧紧的咬住 不给黑棋这个机会 然后接下来 这步棋又是特别好 这个打入也很好 这个打入看上去 很平凡的一手 他打的位置 对 他这个位置很讲究的 就让你很难受 那这个又特别好 他下的位置很有意思 很有意思 他不是说 拆二拼命要在底下做眼 因为这个地方 已经留有斑了 所以这些眼做起来不舒服 他走高位 如果你再不走 可能接下来要做眼 就比较容易了 或者他可以往上飞 也可以选择肩顶 或者立下去 对 这个 接下来白棋 还是有两处 就是比较好的点 那他怎么选点 我们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让大家思考一下 看看接下来 黑棋会怎么选择 好 欢迎回来 接下来呢 继续为您讲解 鼓励和郭文潮的对局 刚才呢 赵秋平他说 这步棋白棋下得挺好的 对 这步棋好棋 他其实非常简单的一个意图 就是比如说你要跳起来 那么他就肩顶 黑鞋立下去 黑鞋立 就是白鞋立 是 非常简单实用的一个手法 这个时候就发现 好像已经没法攻了 而且他这个带着眼 还带着木做活了 这个立之后 就发现黑鞋立 这个顶一个 实际上是 据损大了 对 这个太损了 这个顶 不仅木属将来被人家打飞 而且你这个顶帮人家做眼 这就是很难以接受的 接下来你要是从上面攻 他也从下面挡 这活的意外的太大了 这也太大了 对 在黑鞋的空里面 打一个小堡垒 而且木属巨大 你要是从底下跳 那他也从上面跑 这白鞋非常的安全 没有什么问题 头出的很顺畅 对 接下来黑鞋就已经 没有办法再去下手 再去拱白鞋了 这是白鞋一个 非常简单的一个构思 就是你如果跳 他就做活 那你如果在底下走 比如说走这个 或者他实战这个 那他就在上面震 就是他这两点 他实际上是必得其一了 这条鞋又是一个 那个AB两点 必得其一的一个思路 就是的确是下得很清楚 对 这可能是鞋下得好的一种特点 就是说接下来 不管人家下什么 我又可以有另外一个好点可以下 那就是说 AB两点必得其一 我们叫它建合 那么说明你这鞋前面下得好 或者说你下对了 对对对 你就给自己永远留一条退路 是的 不管你堵哪边 我有另一条退路可以走 对这样的棋就是 首先就非常有韧劲了 就是不容易被别人打垮 没错 你要是永远给自己只留一条路的话 那么 有点困难 对有点困难 这个万一这条路走不通 是一条死胡同 那就有可能满盘结束了 他不是这样的 郭文昌他就非常灵活 你看我挂 我要靠 要拆 你顶之后我就变招了 你既然不让我靠 那我就跳一个再走这个 也是下得很好 鼓励但是不能轻易地让你做活 然后他就先赶紧一边震一下 反正那边你再下一个 你也要不了我的命 对 这震其实也很舒服 震完了下一步是不是直接就靠下去了 对对对这也是先手 靠的他已经不太会动了 这不行 这位靠下来不仅目数损失 你这个脚上都薄了 这反攻 这个白旗转手为攻了 对 就这个旗行是很怕人家飞完 如果不硬的话 你就直接靠下去 你很难受 对 没法折 靠太厉害了 所以说黑旗呢就 博 鼓励也得忍 虽然是鼓励 他该补也得补 这个再活 然后打吃 打过 他再打 我打 对 踢掉 踢掉 再打 还吃 这个局部下的就非常漂亮了 很舒服 很舒服 这黑旗没有结 他只有沾 这个打结被人家轰了 闭着眼睛把你轰了 这太厉害了 所以只有沾 这个时候呢 其实从旗行来看 大家就可以看出 黑旗是非常重复的 因为这个旗行是很难受的 不仅如此呢 白旗实战 他居然又脱先了 这个太 让鼓励难以忍受了 他来这点 本来以为是不是 这个旗行能补一个 就挺满意的 本来其实 就局部来说 白旗就补一个 确实已经 挺好的 可以了 这期白旗已经很不错了 局部像这样 我就掏进来之后 下得这么舒服 把你都压得扁扁的 已经很不错了 但是他居然还要欺负你一下 他再来点这个 有点得寸矜持的意思 对 就点一个 首先他有可能是快旗中 他的一种感觉吧 他这个时候黑旗已经特别厚了 他不可能从里面点了 这是大家可以一种思考方式 我不能从这点 那我从外面点一个算了 刚才那种情况 刚才那个情况 点一个说 哎 太损了 现在不是 现在点一个是便宜了 对 根据局势的变化 来分析 那这个时候黑旗 他是希望黑街 黑街之后呢 他就 他可以拖鲜了吧 对 大大方方的拖鲜了 唐唐正正正的拖鲜了 他比如说有几处 一处这个贴起来挺大的 这个贴起来 你如果再不走 我就跳过来 这个黑旗 这块旗真的要被攻了 你即使是鼓励 你也要 那个 这个这个 没有两只眼呀 你也要被我攻击了 对 谁说是鼓励 就可以不做两只眼 对 那不行了 这不是规则 所以说这个贴 基本上是先手 基本上是先手 你要跟着我走 那我就跟着你 对 一步一步的去贴你 这个旗呢 就是说 黑旗 对 这个很大 黑旗每多长一个 效率很一般 非常一般 那白旗就再贴 白旗每多贴一个 大家看 一二三四五六 这个六路空就顺势成起来了 他没花手术的 自然的就成空 这受不了 这黑旗有点受不了 那你如果搬呢 他肯定就给 闭着眼睛给你断了 这个断很严厉 这个断太厉害 这退一个先手 黑旗骑简直是没法看了 你虽然你这个地方也有断 但这个 暂时白旗不怕 但这个断不要白旗命 我 对 实在不行 我先拐打一下 我先蹭住就行了 但是这个断是要你命的 对 这个断太厉害了 这断了之后黑旗行就崩了 等于说 所以说这个贴特别大 贴的时候 这黑旗就没办法了 黑旗就很难办 这是白旗的一个思路吧 他点着一下 他就可以脱先了 总之这边他就不理你了 你这已经是完全厚上加厚 你再吃还是厚上加厚 所以这个时候鼓励 他就这个很火呀 心里 你这个先手掏了我一块就算了 这边你又先手掏我一块 我哪受得了啊 对不对 这一定得反击 一定得反击了 他这时候来这打尸 这个也是很容易想到的 是的 既然你脱先嘛 我就要惩罚你 但是白旗呢 又脱先了 又脱先了 先冲过来 你不会不硬吗 那我就先冲过来 这冲 这个冲得很舒服呀 哎呦 这个就是感觉 怎么讲呢 这个黑旗还是 还是怎么 就是说他如果要说他不理智吧 他确实也不太想接 那你如果要是说他这个 应该这么下 好像也不对 这个旗现在被白旗冲过来之后 还是太大了 这冲过来还是价值太大了 太厉害了 黑旗就一无所获 所以说只能感觉是这个 国民潮下的特别好 鼓励看不出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对 就觉得他也没下什么特别不好的旗 但是就是别扭 这旗怎么看都难受 而且这个旗的总体来说 我觉得黑旗有利也使不上 对 他想攻击人家 或者说想成空 但是你的成空的地方在哪呢 你想攻击人家 人家那头都在外面下好好的 他很轻 他这几个字 因为实际上他就提了 提了就提了 没关系 我就尝 我只要别连根被你吃掉就行了 因为总体被你吃掉就可以了 接下来你如果再吃 全给你吃吃 随便吃 这个全都是你的 然后提 我再打吃 你这也不能跟我开节 你开节我又是无忧节 你又是重的一塌糊涂的节 你再吃 那行 那我又拖鲜 这让大家再来看 黑旗这个地方简直是太重复了 就花了一百手的感觉 这个局部 虽然说你吃了好几个字 但是问题在于你吃的时候 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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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里面不停地投入 你投入子太多了 那么你吃的效率就太低了 吃的是紫 不是木 反正吃了半天看不见木 都是干的 所以这个就不行 那你想想 等于说黑旗 这个打拔看上去挺大 但实际上 你就是接下来 你也不会去再去吃 你不会去下的地方 说明它小 就说明也不大 白旗来说 心里就很能接受 很容易接受 这确实如果 即使是慢旗当中 这黑旗也 这种局面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 也挺难下的 挺难下的 何况是快旗呢 你要在那么短的时间之内 做出判断 对 它这就已经很难了 这个时候 跳 白旗搬一下 好出头 这也是我们刚才说的 它不能连根被黑旗吃掉 那不行 但它只要确保 我的这个向外刺 出头啊 顺畅 那么白旗的这几个子 是很轻的 它只要确保 这一点就可以了 这底下随便你吃 对 是的 现在白旗 基本上来说 控上应该不会 白旗失控 还是不错的 对 所以要保持 这块旗出头的顺畅 对 现在还是白旗比较好的一个局面吧 但是虽然说黑旗 也不是说那种 那个 就是非常差 不是输很多那样 但不至于 因为它没下出什么 特别不好的旗嘛 我们一直在说 但总觉得还是白旗 这个下得更顺 这个局面白旗 掌握得更好一些 看黑旗怎么下 黑旗下这 他说这个 这条旗也是很体现 鼓励的才华 下得非常好 如果是普通的 但是飞在这儿的话 那么这个对白旗的压力 就小很多了 这个对白旗压力就不够 如果下这儿的话 白旗会 会怎么硬呢 它会先走两下 这个白旗就是最笨的 它就冲一个 这个就把这一捕 这是最笨的 最俗的 这以后尝它一下 对 这以后将来 反正你也不肯在这捕 你也不肯补 那将来轮到白旗走的时候 它再尝一个 这个黑旗也挺难受的 找机会 反正黑旗可能不太会接上 但是如果说 假如说你长的时候 它往别的地方走旗的话 它总是会留个断点在这儿的 对 你不会接没关系 你反正也是走单关 你不接 你走别的地方单关 一样的 对 是这样 这样的话呢 对白旗这边的压力就不够 它这一手一补了之后 这边基本上就很完整了 这个体型 就不太会去打入它了 就是没 它无所谓了 你打入它就从上面走走 就没关系 而且这个底下连边带脚 你就可以给它数成实地了 已经 对 这儿呢 打入只是一个单纯的 这十多木齐的问题 对 你让人家围起来呢 你觉得大 但是你打入呢 你觉得很枯燥乏味 对 就是这样一个状况 所以这是这个小飞 这个力度不够 它走的是一个大飞 这个大飞有两点 第一个 它是瞄是这里面靠断 对 这是有一个扭断的手法 对 它有一个靠断 这靠断 怎么讲 不是说 那种那个特别厉害吧 但这个手段是有的 这手段你如果吃 它就套打 如果提掉 它再翻吃这个 虽然不至于要你命 但是把你脚套了 对 这也挺大的 如果白旗 这个比较好的 是顶吃在这儿 可能好一点 顶吃在这儿 顶吃的话它会翻吃吗 对 顶吃在这儿 估计黑旗可以翻吃 翻吃了 冲出来 这个 讲的白旗 其实也不是好办 就是 它有一个这个手段吧 这个手段 还是有点讨厌的 这个靠断 是首先瞄着这个 第二点呢 它是瞄着 比如说你要是怎么这么补的话 这补首先有点俗了 这个 这个旗形看起来 对 有点俗 以后人家从这儿靠进来 是不是有点味道 假如说这挡住之后 以后的时候 以后从这儿靠 是有个打结活 至少是一个打结活 还有它从外面靠 也是挺好的 这个子也可以用上 对 这个旗形 靠这个也挺好的 靠这个也挺好的 这个是白旗 总之 这对白旗压力会大很多 它从这边下来的时候 这靠下来就紧凑多了 不是这种很松的 就是打入 所以说这条旗呢 也挺好 瞄着两边靠 也是好旗 白旗下的也很好 白旗它这叫以弓为首 先跳一下 先跳一下 这跳一个又是 黑旗就特别头疼 如果不走不行 不走 它贴过来太厉害了 那你这个 完全被割断了 对 这被割断之后 而是这边 我们刚才说 这跳过来 这边都不对了 所以说你得连 连的话呢 你又不肯这么压着连 它就希望你压着连 这样 你要压着连 太高兴了 这先手 把这个毛病全补上了 所以黑旗 所以黑旗选择了这个尖 但你这尖一下 它就便宜了 它外面跟你里面交换一个 这白旗就便宜了 这样它再守回来 再走这 对这个下的就特别的好 而且这个一手之后呢 把你刚才这铐断的毛病也是基本上补上了 不厉害了 你在铐断最多就活小脚了 不像我们刚才那样能冲出来 很厉害 现在它即使脚被破了 上面的孔依然很大 对 所以接下来黑旗需要努力 对 它又把这个黑旗鼓励这招 本来很犀利的一手旗 又给化解了 很轻松的给化解了 它靠这个 现在 白旗依然很冷静的 往下立了一个 往下立 现在这个时候就是白旗 这块旗 多多少少有点薄 它不是很怕 它出头很畅 但是它毕竟是一块骨旗 如果你再去跟人家作战 这种 让它再把你这个分段的话 就有点复杂了 这个局面就复杂了 所以它是先确保自己安全 对 在别的地方要把自己下厚实一点 对 黑旗跳 然后黑旗跳这个 白旗爬 这个时候黑旗 现在从木树上来说 白旗是不错的 是白旗有脸优势的这个局面 接下来有几处大旗 一处是这个 点三三 对这个脚很大 很大 确实 第二个呢 就这个地方也很大 是 白旗这个拐是不是有鲜味 白旗这个拐 就局部来说 黑旗应该不会理它 因为你在连扳下去的时候 它就 它就这两个可以给你吃 反正就有一个后续的关子 对 但是总之是巨大 本身木树也特别大 而且白旗 有些情况它也可以考虑 比如说先搬这个 先试一下应手 再走 对 对 所以说这个旗 这个地方更大 比脚更大 嗯 黑旗 实战先飞了 嗯 然后白旗靠 这是一个常用的手机 弹掉 打吃 对 打吃 然后接下来白旗 白旗接了一下 嗯 这 它其实冲了一个这样 冲过来 对 这个冲 它觉得可能是先手吧 它就先 这快旗嘛 有可能打僵 有可能是 呃 这如果能冲着 是便宜的 还有一点就是 能冲着是便宜的 不是你退 它就已经便宜了 它就已经度过了 对 已经度过了 是啊 如果不冲 是有某些情况 有可能被人家直接 这个强行挡下来 这种可能性 你如果再冲呢 它可以接在这 对 反正你已经挡下去了 对对 把你控破了 嗯 或者是更厉害一点 可能还有飞下来的可能性 啊 这个比较狠一点 对 这个比较犀利一点 因为冲 它也是就接上 就强行给你先 嗯 是的 先分断了 嗯 嗯 所以说 它这冲 也是安全的下法 这时候我估计 它是有一定的优势意识的 它觉得这形势不错 这形势不错 嗯 嗯 这时候鼓励开始也是 有点着急啊 发力了 我们看看它的下法 飞这个 飞这个 嗯 它飞这个想要干什么呢 就是压缩一下白旗吗 这就是让你难受一下 嗯 如果你挡呢 我就再尝一下 是这样吗 对 等我再尝 这还嫌手 这有点受不了 啊 这个 欺负你两下 看你肯不肯忍 对 有点受不了 但你如果要是忍在这儿 这个也有点太难受 啊 所以高手的骑就是这样 它让你这总是 为左右为难 你补也不是 不补也不是 难受 这人特别难受 是 这是它这条骑 嗯 白旗呢 它总是先反击 它先走这个 先刺一下 先刺一下 接上 啊 刺一下就把这个毛病 彻底防住了 再冲 再冲这个 再冲呢 它事先考验你一下 你如果退的话 它可能就算了 它就缩回来算了 那这个地方是不是 刘有一个冲断了 对 这个冲断 它先把你冲中一下 反正 嗯 这是它的一个思路了 不过这个时候 鼓励还是想了点办法 先靠这个 靠这个 然后白旗冲 对 这底下 有一点手段 这就是当初的 它之所以走在这个地方 还是有关系 对 还是留下一些味道吧 是 这边有点气 虽然不是特别厉害 白旗现在只能退缩 你不能断 断了被人家一打 打到底下去 对 对 这是黑旗局部下的很漂亮 接下来鼓励下的特别漂亮 这个局部 不得不说 这个鼓励还是 嗯 体现了它这个 非常犀利的一面 点 这个子啊 它不直接跑 它是要先点 先刺一下 对 然后它再往下加 现在白旗不敢立 立了有点冒险了吧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你如果立的话 它可能就是考虑 比如说这种 连根贴出来 现在这整块白旗没活 再加上中间这块 其实好歹还是有点利 有点薄 对 这个 而且脚上去 现在味道也不怎么好 嗯 现在白旗来说 它是不会走这个 那白旗呢 就管这个 是 这时候黑旗再沾 嗯 黑旗通过一系列的 这个组合拳啊 把白旗 嗯 这个脚上的空给破掉了 对 还是收获非常大的 是 现在白旗不能断 断了个一冲 就冲破了 对 这断不行 这一冲就完了 嗯 这就结束了 断掉了一大只 对 这三个子吃了 所以说它只有退 这就忍让 没办法 然后呢 它再度过 白旗 不在外面 对 你这个时候也不能贪吃 这贪吃冲过来太大了 这个太厉害了 这块旗 这块旗 危险 有点凶多吉少 对 它还是得先连 这个先 先自己 力求联络 接上 对 可以把这个接上 这黑旗是 这俩和这仨全救回来了 嗯 目数收获很大 对 把白旗这底下的空 基本上都破掉了 都破掉了 白旗呢 也很冷静 就收回来 不过这个时候 看上去黑旗便宜了很多 但冷静的点点木 发现这局面还是白旗不错 白旗实力也不差 而且目前来说就是白旗很厚的一个局面了 嗯 这个大家看黑旗这块旗 真的是出现眼味的问题了 这个就不开玩笑了 这个你破人家墓是要付出代价的 付出代价的 这个 嗯 从那外事上来说 黑旗损失很大 对 这郭文潮还是下得很冷静 他并没有说 人家在破你空的时候 哎 着急 对他不着急 对 没关系 你破掉就破掉 你拿你的 我拿我 是的 嗯 那黑旗继续观测他这个 对啊 他这个时候还是着急啊 他 实控不占优 然后外面人家潜力比自己大呀 还是 还是得走这个 但这个鼓励有一个好处啊 就是他这两边 我们刚才说特别大的集点 他都抢到了 嗯 所以这个局面还是被他拉近了一些 没错 实控上来说 那如果说他局面拉近的情况下 他现在可不可以考虑松缓一点的下法够不够呢 比如这样行 比如小飞 这个小飞有点太不肯 主要是 不肯 轮你走的时候嘛 就是总是这个就很 最后一个大厂啊 看着就很眼馋呢 就是总是想先把它抢了再说 可能对于他们来说 这个松缓的下法不在他们的计算之内 对 小飞当然也行 但是 还有就是也是跟当前的这个局势有关系 当前他没有那么乐观 他小飞可能不足以致胜 对 他觉得不赢 不赢 他必须点 所以还在这边抢 一起 其实从朝晚上能看出来双方的一个心态啊 嗯 我们朝就是非常冷静 跟下快起的时候能保持这样的冷静挺不容易 对 总是想能把人家一下子摁死 或者说能把优势扩大一点 最好是这样子 因为其实他们心里都非常清楚 现在局面有多少大棋 是 有哪些是我现在要抢的都很清楚 所以他这个在别人疯狂的抢空的情况下 他也不着急 很冷静 很冷静 挺有意思 这样 黑棋加下来 在这 这个时候呢 白棋 这个飞 嗯 这个飞也挺大的 嗯 对 本身价值特别大 把黑棋这个就惊吞下来了 嗯 是的 是的 这两次一飞吃掉了 感觉不比这个脚小多少 对 接下来我感觉呢 这盘棋 就是说黑棋 最后导致那个 可能后面就有点崩溃吧 这个原因 就是可能下一手 他是走在这儿加 这儿去我觉得稍微有点不妥 那你觉得他应该怎么进行比较好呢 我觉得啊 就最简单 他就度过 赶紧先度过 对 赶紧先度过 现在这个不要搞错了 双方的这个厚薄对比 嗯 现在是人家很厚的棋 而且是白棋中腹有潜力的 是 他是度过呀 就是 首先他把脚儿就已经完全活进了 嗯 再一个是把自己这块棋 完全下厚 接下来他再去向中腹下的时候 他就没有任何顾虑了 嗯 随便下 走什么都行 这大块棋 大龙已经安全了 我觉得应该考虑度过 如果度过的话 这个棋局是不是还会比较漫长一点 度过应该现在已经很细的一盘棋了 嗯 接下来白棋就走这个最大 还是肩还是 跳刺一个 对 跳下去 嗯 可能会收这个关子 嗯 接下来就是一个双方收关的一个阶段 感觉上白棋还是不错 但是这个棋已经可以收了 很细了 嗯 我不知道你对郭文潮是不是很了解 他的后半盘怎么样啊 他后半盘 反正现在年轻棋手后半盘都厉害 他后半盘肯定是不弱 他是89年出生的 今年是24岁了 对 也不算特别年轻 但是他在青年棋手当中 我觉得还属于非常强硬的一股中间力量吧 对 很厉害 他实际上走这个 嗯 这个呢就是鼓励的风格 他觉得你这个地方有毛病 这个地方薄 我就要加出来 嗯 但实际上 这可能也是快棋吧 他有一种棋感 对 绝大多数场合 这加出来肯定都是手筋啊 是好棋 是 但现在就是在他家 我们看实际上他走这个 这条棋就从价值来说 可能就比这个大 他走完了之后 这边要成空了 嗯 我总体来说 我觉得看郭文潮下得很清楚 他的棋 对 他特别清楚 他现在要干什么 对 他要知道这个棋 应该干嘛了 这挺不容易的 尤其在快棋当中 对 很容易头脑发热 然后黑棋在打这个 嗯 接上 接这个 然后黑棋其实在这地方 花两手棋 但是他的木树在哪 我们首先是看不到的 然后第二个 他对白棋这块棋 也没有什么影响 白棋一块棋 是一个 已经是一块完全活进的 铁 铁活 因为他这个打两 你要接这个 他打两下先手 你这个 对 你这个地方跳不到这 拐 他就 这是一块 那个已经活进了的棋 对 你完全不可能对他这块棋 造成任何生死问题 就算你这排一排也没有用 没有用 你就对他来说 不要打他的主意 就这块棋已经活了 是 然后白棋 接下来白棋再跳这个 那这两手 其实就比这两手大 是 就价值来说 就比这两手大 我们看到白棋的棋 他都下在木上 因为他这个飞 这个跳 以后这里都是要成木的 对 而且这个是现在这种局面下 已经是最可能成木的 最大的地方了 对 所以我说他下得很清楚 对 接下来黑棋 他又走了一个这个 这部棋 我觉得 就是 不客气的说 这有可能就是败招的一种感觉 但是他是连贯的 他一二三 他是连贯的 他就连走了三手棋 但这招棋 错也是错的很连贯 对 这招棋呢 就是 就感觉上 有点太没有价值了 就是 他所有的棋子 其实都是花在白棋 这个一块活棋身上 他所有的兵力 用在人一块 人家已经活了的棋的身上 这个肯定是太成问题了 这完全不可想象 就 难道鼓励 还要打这块棋的主意 要怎么打 不可能 对 他已经活了 他这个补呢 他有点 我觉得他这时候 有点不好选择了 因为他这时候在度过 他就已经很没面子了 他亏了 这两部 对 他这两部比他那个 这两部大 他不好意思再去度过了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他如果拖先 比如说这个时候 他其实往里进是挺大的 这个是眼见的一个 很大的一部棋 这个下的挺拼的 如果下这儿的话 白棋是不是会 对 白棋这个先手立 先手立之后 这个黑棋要补脚 不论你怎么补 对 走一个吧 然后这块棋 它是觉得有点危险 是 但其实我觉得 这块棋还好 白棋你要想去 你只有沾这个 要杀它 对 你只有沾 那这个时候 我再考虑 比如说这种莲 而且白棋自身 也不是很好 这个 还是有一点点毛病呢 对 或者我可以考虑 这时候我先刺你一下 看看你是怎么下 你如果肩在这儿 那我虎这个先手 这一飞就回来了 那白棋是不是可以考虑 虚弓一下 然后收收木怎么样 对 其实他白棋来说 他还是只有收棍 收木 比如说他断这个 但我觉得断这个也不大 那你就 就简单的吃了 吃做活就行了 挖吃这个 对 这个就活进了 这样 因为这个是先手 是 这个两只眼铁了 对 现在 所以说这个棋呢 其实也没有那么大 白棋 也不好攻 黑棋 并不可怕 那他实战走这个 这个就是有点 就是 他既是想防守 同时呢 他又 又觉得 有点白棋 这个好像有点厉害了 中复要成空了 那他想 这个瞄着下一步 这个飞啊 好像看上去 还是给白棋 留点这个 缺陷的 这个空 留点缺陷 是不是想等白棋 如果说你封这个口 我再从那进来 然后你走那儿呢 我就从中间进来 对 他有点这个意思 但实际上这个 就是棋型 黑棋这个棋型 更差 你这个棋 还不如度过呢 其实说白了 度过已经很干净 度过非常干净 这个其实反而是中途半端 然后白棋下一招特别狠 走这个 那也恨不得把中间全围上 对 这就是他全围上 你要走这个 这进不来的 他冲 挡住的话就断了他 挡住 断也行 拐也行 都可以 断也可以 对 然后你如果不走的话 我下步这一次 就完全走好了 次是先手嘛 那就已经 对 我再一次 你可以看成这样 其实 只要第一时间 你这个穿不进来 那么接下来 我就啪啪两次 就等于是这样了 就是封得很严实 这个肯定不行啊 因为双方本来 时空就差距很小的 就差不多 我突然暴涨出一块 快三十分了 这涨二十多分起来 这哪受得了 那还输多了 对 他这个现在就只有拼进来 嗯 那白棋立 先靠了一下 先靠了一下 给其推 长 因为你粘的话 被他虎断 就是很简单就死进来了 这个子变成白死了 对 所以你只有 他就先把这个连回 黑棋这个脚要做活 他点在这儿 这个实际上等于 挤先手 是一样的 是间接捕活 对 他靠了 这个地方看上去 次序那个眼花缭乱 实际上都是一样的 他点这个跟挤是一样的 嗯 接下来白棋 有了这靠之后 它断上去了 放心的 把它一断 这个实际上一断 这个棋 黑棋就已经 不太醒了 感觉 确实 因为现在已经 盲目过来了 现在这块棋要做活 然后中间这块棋 还没有彻底连好 而且你这个说实话 你没钻多少木棋 没进来多少 这个人家随时把这 就是我什么都供不着 你又把这一口一堵住了 他也没有损失 而且这个进攻的过程中 黑棋一定会付出代价的 嗯 所以白棋这个段上去 其实他挺从容的 对 他可进可退 他无所谓 可以收 对 是这样的 如果你不可自活 那我就吃你 是吧 看看黑棋怎么下的 黑棋就没办法 他就是冲 再冲 再冲 而且挡住 一起断 其实他也是看得很清楚了 这一吃 嗯 他一点都不害怕 对 只要你吃不掉 他的鞋筋就可以了 还是煎的这个吧 嗯 他煎的这个 煎的那个 也一样 结果是一样的 嗯 跳在这 然后再冲这个 白棋就顶住 嗯 接下来白棋就特别特别的简单 你吃块棋 你必须得做活吧 这大龙死了 就没法看了 你这块棋做活 我只要轻轻松松的 把你这也吃了 这棋就结束了 对 对 这白棋下的太清楚了 就觉得 对对对 你简直就没有办法防守 嗯 这黑棋要怎么防守 你这块也不能不做活 这不做活 人家随便走一个 你已经死了 这是必死的 对 就连一只眼都没有 嗯 就上面脚上可能是半只眼 嗯 所以他就做活 挖一个 打吃 他先断了 他先断一下 断一下呢 就是要拿了一个这个挡的先手 嗯 但是没什么大关系 脚上还是半只眼 嗯 断的时候 白棋如果说打这边 问题也不是太大吧 打这边就是他这个先手 哦 这边稍微有点区别 对 那么黑棋现在打吃 嗯 踢掉 然后他接了一个吗 是接的吗 对 然后他挤这个 嗯 然后他护这个 护一个 嗯 接下来的变化 其实 呃 其实也都很简单了 白棋走到这个 嗯 然后他这先打了一个 他团打过一下 嗯 然后黑棋再团打这个 对 然后白棋呢 赶紧把底下这个先挡住 嗯 然后黑棋提 他提 他就打吃 很冷静 对 非常冷静 瞎得很清楚 对 接下来就是黑棋 打吃 白棋 白棋接上 接上 嗯 这个白棋呢 他非常简单 他就放弃了 他不吃你了 对 这个大块不吃你 然后黑棋只有提 他这个大龙不能打结活呀 是 只有提 那白棋再打这个 嗯 打这个呢 就是说接下来 你这块棋可以做活 也提了之后 这挡先手 嗯 打吃可以做活 活脚 那你活脚 我中腹就把你吃了 啊 你就不够了 是 然后你要不活脚 实战的结果就是他去把中腹连上了 但是这个脚被白棋一提 嗯 还是不够了 对 是的 还有几步棋 我们看他就进行到这里的变化是如何 他是跳这个 对 再再看几步 啊 还是刺这个吧 他刺一个 先刺这个 刺这个 然后他粘上 嗯 白棋尖刺 黑棋中间冲了两下 但是还是得后手连回去 对 其实这个鞋啊 看上去这个变化挺多的 其实 其实没有什么变化 都特别清楚 他就冲 他退 然后他滚在 接下来呢 这个刚才白棋尖了之后 这有冲断 必须得补 嗯 那白棋就把这个地方 把这个冲 定型 嗯 接下来就是一个定型的问题 冲 挡 挡 断 斩 斩上 这都没办法 再冲 再一冲 这个退 那这个脚是很想走啊 但是你永远没机会的 走不着 走不着 对 白棋把这个冲了 这个时候白棋 微微当当当 把它一提 其实走到这儿也就 这盘棋也就结束了 就没有什么好 收的了 这个官司就没有什么好收的了 其实底下呢 还进行了好几十手 但是觉得有点像 鼓励在调整心情 对对对 最后其实差距也不是很大 盘面还有起目 而且还是好一点的 盘面好一点点 对 但是这贴物 无论如何贴得出来了 对对对对 但对于这种级别的选手的 对决来说 就是输很多了 算是输很多了 没错 对 那这盘棋呢 整体来说 郭文潮我觉得发挥的非常出色 是 这盘棋 鼓励可以说下的 没有太大的问题 但是也没有什么太明显的机会 郭文潮一直控制着局面 下的非常的好 对 那么最后呢 郭文潮就是战胜了鼓励 晋级了这个中信银行备的下一轮 好 那么今天的讲解呢 就为您到这里 谢谢您的收看 再见 再见 感谢两位高手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点评 今天的文凭论道 要和大家说一声 再见了 奇情天下 奇乐无穷 各位奇友 咱们下期节目 再见 感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